韩玉本无心,奈何总深情虽穿越千年,但她才是赵丽颖的真爱,韩玉本无心,奈何总深情,这一世她是,魔宗大魔头绿袍尊者的女儿,睿智聪明又带点邪气的魔女,是丁颖的恋人,她自幼被教导断行绝爱才能成就大业,苍穹一孤星,奥立正邪奸,这一世她是,玉无心的恋人, 原本淳朴赤诚的山村少年,却突遭恶运,天赋异禀的丁颖,从此败入蜀山,踏上江湖之路,这一世,她们丁颖虽有正邪之分,但她们相亲相爱,只是身处动荡时代,活命尚且不易,身为接班人的她们,命运哪有自己做主的权利,只能为了所谓人间大义舍弃爱人,最后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, 丁颖为救众生,牺牲自己,与狄律袍尊者同归于尽,欲无心直落的伤心欲绝,独自流浪天涯,完成丁颖心愿,造福众生,这一世她是尹心愿,是北平鼎鼎有名心愿饭店老板的掌上明珠,心有诚服,也不凡活泼可爱, 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,心死机灵,精明能干,最令人喜爱的,不单是那绝顶聪明和倾国之貌,而更在于她那般敢爱敢恨的魄力,身边有耳力超群的天奴和棍树精绝的棍奴, 这一世她是老九门上三门之首的张启山,任职国民党长沙分区布防军官,同时也是当牧师家传人,殷家中有一座神秘大佛,而得到张大佛,爷的绰号,家道殷时,势力庞大,无论威望,能力,城府,力量都能在老九门中数一数二,性格大开大阔,有胆有识,我信因果循环, 这一世她们总算恩恩爱爱,修成了正果,这一世,张启山遇到了一生至爱隐千月,两人虽历经磨难,但生死相许,不离不弃,只是不知,在现在这一世她是,她们结局究竟如何?